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愿意再和德国打一次 又不信任苏联 不和苏联合作防备德国 那就只剩下绥靖一条路了 那就是绥靖政策 首先巨额战务 让一战后的法国经济举步维艰 特别是1929年的大萧桥 更是沉重的打击了法国 法国政府都难以维持 从1920年到1940年 法国更换了40届政府 平均半年一次 频繁的政府更迭 进一步耗费了法国国力 其次国内的反战情绪 一战 伤亡数字不在意几十万几百万计 而是千万计 整个欧洲几乎都快散架了 许多人在一战初期 还抱有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热情 觉得战争是维护国家荣誉与利益的必要手段 残战是爱国的表现 但是一战狠狠打击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巨大的伤亡 破败的家园 昨天的兄弟眨眼之间生死永隔 一切都与荣誉无关 所以战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股反战情绪 尤其是这种利用民族狂热鼓动群众开战的行为 这就导致当时欧洲所有的政府都必须积极谨慎的处理战争问题 尽量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 本天发自手机铁血网 围观热点军事动态 上手机铁血网 M.Plecher.net M.Plecher.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